每天拿出一小时,你也可以双战时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师一模 第八节课来讲一下 来给大家讲一下凯尹的杠克思路以及方式 首先是我们第一点杠克对象的选择问题 首先开局的话,我们要开始学会分析 双方的阵容 优先帮几方强势英雄以及带控制的英雄 然后局中的话是帮优不帮劣 这是我们第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也是用实战素材来给大家想 也就是说来比喻一下或者举一个例子 首先这把我们看一下 这个声音我们先关了 首先这把我们看一看 看一下双方的阵容 我们刚才说的开局分析双方阵容 优先帮几方强势英雄以及带控制的英雄 首先我们看一下上路是一个 我们上面都说是一个木魂人 敌方上单是一个奥拉夫 我们上单肯定说是这个版本比较强势的一个 胜率比较高的一个上单 这是琴一 首先他是一个比较强势的英雄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第二个刚好他这个英雄也带控制一个圈 可以把他们圈起来 然后再看一下中单 中单是一个时光对上一个发条 那时光对上发条算强势吗 时光的英雄肯定前级不算强势 对不对 第二时光的控制也是比较软的 他那个Q技能不好命中 那下落后两个自然不用多说 这里下落两个又不强又没控制 对不对 卡沙本来就是一个发育型英雄 然后情侣的话又没什么控制 所以说这把我们在开局的时候 就已经想好了 这把帮上路的机会是更大的一点的 这是我们低吧 所以说我们这把就选择了更多的去杠个上单 比如说我们在第一波刷完野之后 刷完双buff之后很明显 我们就直接去杠个上了 对吧 你看杠个上的时候 首先我们上单能给到非常多的伤害 并且他有控制可以留人 对吧 导致了导致了什么 他能拖到敌方上拖到我来 对吧 你要敌方没有控制这个上单 想走就走 是吧 这就是我们开局 首先要就是游戏还没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得思考的东西 就是这把哪个英雄好配合我 或者说我更好的去帮哪个英雄 这个英雄的选择一般的说一定要 第一是要兑现能力不弱 第二是要他有控制能力 如果他兑现太弱 就比如说 看一些那些有很好配合 但兑现太弱的英雄 就比如说 我想一下 就暂时一下想不到 比如说 暂时想不到 就比如说 应该说卡牌吧 卡牌这个英雄 虽然前期他是有控制的 但是他兑现能力较弱 那你如果去帮这些 就是说前期兑现能力较弱的英雄 万一给敌方打也反对了 你们俩2位2是很难打得过的 所以我们这首先是我们开局 首先要想的东西 我们这次给大家看 背景板 开局必须要分析双方这种 优先的帮几方强势英雄 或者带控制的英雄 如果没有强势英雄 那就帮带控制的 如果没有带控制的 那就选择帮自己的强势英雄 因为你帮自己的强势英雄 他就可以跟你一起双双联动 然后局中的时候 我们要去思考什么呢 刚才还一个例子 开局是还一个例子 我们再看一看 这是第二把 这把的话 我们也是用这个暂停的方式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把 大家自己先想一下 你会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帮谁 先自己想一下 下面的话我就开始分析了 首先 上单是诺克打德马 那肯定是诺克 要更为强势一点 而且诺克也有一个一技能 还是比较 一技能和达别人都是减速技能 还是比较容易配合打野的 中路是艾克打卡林 虽然对线上 线权上有优势 但是艾克这个英雄 他的控制是不太稳定的 对不对 下路的话是 这个就是啊 维恩加派克 很明显 维恩并不是一个对线型的ADC 虽然派克带控制 但是派克的控制并不好 太容易命中的人 因为派克那个勾是 就是说 他们在犹豫 他们两个人对线比较弱 所以说很容易被压线 那被压线的情况下 代表着敌方的小兵很多 那再让我去杠克的时候 派克有可能很难的 很难去勾到人 所以这把 我们是想了一下之后 分析了双方阵容之后 是不是想了一下 还是得去帮自己的上 对不对 这是我们开局的时候 要想的东西 就是说 开局的时候就要想好 我这把帮谁更容易成功 那这把同样 我也是一样 对不对 因为我开局分析了这一波之后 那我还是一样 因为我知道这把洛克好帮 所以我分析掉之后 我就主要的围绕着他打 我只要刷到上半眼去了 我就会找机会去配合自己的上单 将敌方上单击杀掉 这是我们开局要想的 你开局一定要 思路要明确一点 这是开局的时候 是这样想 因为在没有明显的优势度和劣势度之前 你必须要找个突破口 对不对 那怎么样才能更容易的找到这个突破口呢 就是自己的队友控制 或者说自己的队友 那个英雄很强势的时候 更容易的去找出突破口来 你帮一个弱势的英雄 不容易找出突破口 就比如说你中南是个卡迪 你不可能说我前期 卡迪六几前 我前期帮卡尔丁吧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你帮的根本没有收益 根本找不到地方突破口 然后这是 开局的时候 我们要思考的一个杠格对象选择 然后局中的话 帮优不帮脸 这五个字大家一定要牢记 因为这五个字是很多人知道 但是做不到的 知道很简单 但做起来很难的一个词 其实我今天我觉得我有个举例 举的比较好 就我今天跟学安上课的时候说了一下 打野这个位置 其实是一个投资者 投资者或者说投资人 或者一个投资集团 你们想一下 哪个投资人会把他的钱投给一个没有发展前景的人身上 或者没有发展的前景的公司身上 是不是 他都会说一般投资人他都会投那些可以赚钱的项目 或者说可以成功的公司 这个我们打野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打野也是个投资者 为什么要帮优不帮你 是因为你帮优势路 他那个优势的人一般都是成 就是他比烈势路来说更容易发力的 这是我今天举的一个例子 我觉得举例还是比较好的 打野是个投资人 你要去帮那些你觉得认为更有价值的人 这就是我们帮又不帮烈的一个原因 因为很多人为什么他不能理解这句话 因为他总觉得一个人优势还有我帮干嘛 就是因为他烈势他才需要我帮 他都给人打穿的还需要我帮 对不对 这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想法 其实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打野在帮人的时候 他并不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帮人 而是为了帮自己 你为什么要帮优势 你看投资人他投资公司 他也不是说一定是为了那个公司 对不对 他也是为了自己 为什么 因为他他投对了一个公司 他自己也可以得到收益 这个就跟投资与被投资的一个关系是一样 这个就跟现实中的例子来举例 就我们打野投资 就一定要投资那些优势路 因为我投资了他 我自己能得到收益 但是我投一个快要破产的公司 或者投一个到烈势路 那我也可能跟着他亏钱 或者跟着他一起跌到谷底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理解 不是说优势了 你就不需要帮了 而是他越是优势 你越要从他那条路得到一份汤 得到一份肉 对吧 这是我们局中要考虑的 就是帮又不帮你 烈势路 你玩打野 尽量少去 除非说有非常好的机会 更多了去帮自己的优势路才对 因为你想一下 我们就立项思维一下 因为你 你这个分段 你也是想着天天帮自己的烈势路 对不对 别人打野也是这样想的 那这样的话 别人打野有可能天天去抓你的优势路 虽然你的打你的一个队友是优势 但他不一定能一彎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你再一过去 那你们二彎二是必定打得过 因为他是优势 你跟对面打野是军事 对面上路是烈势 一个优势加上一个军事 打一个烈势加上一个军事 这样是不是稳超胜券 因为我说了 你们这个 你们现在的分段 为什么上不了分 为什么玩打野上不了分 其实就是这个观点转变不过来 因为你们很更多的 都是天天想着如何去帮自己的烈势路 你们的思法思想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我突然反过来 那是不是别人每抓一次你的优势路 你都可以反扔到 而且反 只要反扔到 你们是肯定打得过的 因为你们是优势 对吧 就是我们玩 你跟别人做的一样 那自然就不能上分 你只有跟别人做的不一样 才能上分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立项思维 这的话我们也是给大家看一看 帮优势路 以及帮烈势路的对比 好吧 这个帮烈势的心都有 我不能说你们帮烈势路是错的 只能说你们心态善良 玩游戏的时候 心不能这样善良 因为特别是英雄文字游戏 这个游戏是没办法上的 你越善良就越容易输 对吧 这游戏就是得独留 我们给大家对比一下帮优势路和帮烈势路不同的场景 首先第一波是帮优势路 你会发现帮优势路的时候 队友敢打伤害 伤害给的足 杀人非常轻松 这是第一个场景 第二个场景就同样是一把 我去帮烈势路 都是一把 这两把 这两个波刚才是一局游戏里面的 我都是非常顺的一个卡 那你看一下我帮烈势路 刚才帮优势路 优势路敢打伤害 敢输出 也很 我们两个配合下很容易杀人 然后再看一下 帮我们中弹的这个烈势路的发条 看到里面 我们看一看 你看 我在帮烈势路发条 你会发现这发条 连伤害都不敢打 因为他什么 他怕被凡秒 所以说你帮烈势路 有些时候 很多时候你去帮烈势路 都是无功而返 我纯属浪费自己的时间的 你看我帮一波不行 我卡丁 他发现他还是打不功 我还想来第二步 因为那卡丁又挖到他脸上的 你看 第二步我又上手 这个发条 还是一点伤害都不敢贡献 就我每次帮烈势路 就相当于只有我一个人在打伤害 这是区别 这就是说 为什么你们要帮优不帮烈的原因 因为帮优势路 你很容易过去就拿到人头 可以让自己更快的发育起来 但帮烈势路 有可能浪费了 你比如说我这波浪费了两波干渴的时间 硬是没有得到任何一点点的收获 对不对 但我一去上去就拿到人头 这就是不同的点 所以我们以后玩打野 记住你是一个投资人 你一定要投那些 你觉得有意义的路 或者投那些有意义的人 你觉得他起来 他能带你赢的人 很多人就会觉得 都会说 我前期帮了我下路打穿了 他还是 到后面他还是没有办法带我赢 为什么 因为你投资了 投资的错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记得 局中的合手 一定要优先的选择帮助一个优势路 你把一条优势路帮到 帮到更优 是非常简单的 但你想把一个烈势路帮到优势路 那是非常难的 因为帮烈势路 首先是他从烈势变到军事 最后才变成优势 但你帮一条优势的话就是小优 中优 大优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就都是优势 但肯定来得快嘛 但你帮烈势路就很难搬过来 对不对 这就跟一个破产的公司一样 破产的公司想再做起来就很难 但是一个有钱的人 他想再赚钱 那就非常容易 比如我们这说钱滚钱 但这就是一个社会上的例子 本不应该跟你们讲 好吧 就是说就告诉你们 要有这种投资的心态 玩打野一定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投资人 这是一个杠客对象的选择 那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杠客机会是怎么获得的 杠客机会是怎么获得的 就是说有很多人玩打野 他其实并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才能去 就是说他不知道 我这波到底该不该去杠客 或者这波到底有没有这个时机 可以去杠客 这个的话我们一般怎么会呢 说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你在哪片野区的时候 在技能cd的期间切平附近两条路 通过双方的状态来判断 是否有杠客机会 这个杠客机会获得的第一点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在刷下半野区 你就观察中下路 你在刷上半野区 你就观察中上路 而且是怎么时候切平 这个首先第一点是你刷两个野区 就切附近的两条路的屏 但这个屏幕什么时候切 我们这里也说得非常清楚 在你的技能设计的时候 就比如说凯影 有qw两个主要刷野技能 对不对 当你的qw都用完的那一个期间 你在向后走坎拉野的期间 你就可以切平附近的两条路 然后通过 比如说我们切上路了 通过我们双方上路的一个状态 来判断我这波过去 是否有机会杀到地方山南 有机会采取 这个很重要 你觉得过去能杀掉他你才去 而不是无意义的杠客 因为我碰到的很多学员都是这样的 其实他过去的时候 也大概知道杀不掉 但他还是要去 这种去有什么意义 你去又杀不掉 你过去浪费时间 你不如多刷主意 对不对 这个是一定是在你切平的时候 通过这些得到的信息 来判断出 有没有把他杀死的机会 才去的 几率大你才去 几率小你就不要去了 一定要玩打野一定要克制住自己 几率大 有杠客死的几率大你才去 杠客死的几率小 你就不要去了 不要浪费时间 然后帮优势路最佳的时间点 是在于可以帮他跃塔的时候 因为你帮优势路跃塔一波 敌方就基本上直接炸穿了 帮烈势路最佳的时机 是当敌方要跃塔的时候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帮烈势路的最佳时机 就是你要等别人想约塔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 因为我给你看了 我帮了个烈势路的发条 帮他两波都杀不了对面 因为他根本就 我来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敢打伤 他完全靠我一个人打伤 我一个人能单杀他 我还要这个中单干嘛 对不对 我自己过去都给他单杀 我还给点个屁的信号 让我自己看我表演就行了 就关于我不能杀他 所以说帮烈势路最佳的时机 等敌方要约塔的时候 敌方要约塔的话 就会顶塔的伤害 或者说不遗余力 就会把所有技能的交人 这个时候我们去帮 还是有机会的 但如果敌方只要不是约塔的情况下 你的队友根本就不敢输出 你根本就帮他抓不了 这是我们一个杠客机会的获得 那我们再用视频来给大家看一看 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说这个杠客机会 到底是怎么得到的 首先这是我们第一个 你看比如说这里 我们在刷自己蓝buff野区的时候 我们刚才说的 首先第一点是什么 在哪片野区就切平附近两条路 对不对 那这里我们在下半野区刷野 是不是 那这时候我们要切平的 就是中路的卡牌 和下路的一个老鼠加宝石 这里我首先刷蓝 然后在我们技能cd的时候 可以看到 我这时候切平就很明显 我的q技能cd了 对不对 所以我切平 然后切平一看 切平一看 对面辅助满血 两级 然后再看了一下右下角 我们下路两个人 每个人都是一级 所以这波 我过去是很大概率杀不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对面都是两级 对面的c算不见了 但是也是两级 后面出来了 他们两个人都是两级 而我们这边下路都只有一级 我这时候过去 我这个时候 不说没有干个球 就是这个时候去 肯定杀不了人 所以这里 我选择继续 打完蓝buff之后 继续刷核心 这就是你们一定要学会的 就是说我不一定说 对面压线 我就一定要去 而是你要通过他压线 就你感觉到他压线 你看到他压线的时候 你要通过切平 去观看一下 他们的血量 他们的状态和移力 队友的状态 是否你过去能杀掉他 你看这里我第一波 我们队友只有一级 对面两 对面两个两级满血 我们这边一级两个满血 我过去肯定杀不了 因为对面还四个招式技能 我肯定杀不了 对不对 那这时候 所以说 这时候刚才那个时间点去 是没有机会杀的 所以我没去 然后等看一下 这里我们把 和谐刷完之后 这里又看了一下 第二个时间点 这里我们Q能 这时候我们三级了 队友两级了 然后再看一下状态 首先敌方压线 压得非常深 而且这个辅助 就没有那么多血了 这个时候我们等级高了 而且队友等级也相当的 我们去 才有机率杀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才去的 对吧 就是你们玩打也一定要有 像我这种 第一要有我这种切平能力 第二有我这种判断力 不是说乱去带节奏 不是说我只要对面压线 我就一定要去 别人压线 你还得判断一下 我们两个人 你去到是不是能把人杀掉 就算别人压线 你去的杀不掉 你过去也是浪费时间 这种判断力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 第一个素材 这是一个干咳时机的一个素材 就是你要需要通过切平 并且观察双方状态 最后再通过你 观察的状态 兵线来判断一下 有没有干咳机会 有机会才过去 没机会就不要去了 因为我今天教练一个打野学员 就是这样的 他没有机会 他也要去 就是别人只要压线 他过去 他也知道杀不了 他还是要去 就是很多人玩打野的坏毛病 然后去了之后发现 人也没上 而且有个人队友 因为你来的 不得不上 还把自己弄死了 还不如不去呢 这是一个 干咳 第二点 第二个给大家解答的一个点 就是干咳机会到底是怎么得来的 获得的 我们再说一下第三个 第三点就是 凯影 干咳路线推荐 比如说我们在干咳中路 或者在干咳上路的时候 该去用哪几种路线去干咳呢 这里的话 我们也是给大家 在地图上 在这个背景板上列出来 大家可以截个图 我们也可以从实战中 不过这个 从这个训练模式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去干咳这条路 首先干咳上路 要么从大龙坑用一技能跑过去 要么就是直接从我们这边的三脚草丛跑过去 那如果干咳中路的话 就从大龙坑Q到敌方的红buff野区 然后再从敌方的红buff开一技能 绕到 从敌方的红buff 先首先用一技能开到F6 然后再从F6这里 然后抓敌方中单 或者说从 这个敌方的蓝buff野区 就下河道 这里开一过去 干咳 然后干咳下路的话就是 干咳下路的话 就从自己十二人这里开一 然后绕进小龙坑 然后再去从这个 这个小龙坑的这个旁边的一个墙过来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的话就是 用Q技能 Q技能也可以 E技能也可以 Q技能Q到敌方的一个 下路的三脚草丛过去 然后再开一 然后 这个的话 图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截一下 下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训练模式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路线怎么选择 首先第一个 干咳上路的第一个路线 就比如说 双方的上单在这里 在对线 或者在这里打起来的 那我们怎么样过去最好呢 就像我这样 开一 这样过去 这是第一种 干咳上路的一个路线 大家看一下第二种 第二种 就是说 刚才说的是 敌方在我们塔前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在敌方塔前 怎么样刚才呢 就像我这样 在大龙坑这边 开一进来过去 好了 再看一下 刚刚中路 就比如说 我们中单和对面中单 在这个位置 那么就可以先 首先是Q到 大龙坑上面 然后再开一进来 从敌方的F6这里 然后 第二种就是从下河道 开一进来 从蓝buff的墙 再走到中buff 中路的这个墙 然后再绕过去 这是钢克中路的两条路线 那再看一下 钢克下路 如果双方下路 在这个地方 那么就直接 在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开一 然后 如果上方下路 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说 在我们这边 那么就直接 从小龙坑这里 开一过去 这几个路线 是最难以被发现的路线 也是最佳的 钢克路 最佳的绕后路线 你从其他路线 绕后的话 很容易被发现 或者说 很容易被反打 或者说 很容易 你去了之后 抓不到人 碰不到人 这几种路线 都是可以 就是说 让你提高你成功 钢克成功率的一个路线 这是我们钢克路线推荐 然后再说一下 打野这个位置 如何卡视野 卡视野钢克 这个的话 就是怎么说呢 你要 这个的话 需要你有很多的一个游戏经验的累积 这个东西只能这样说 这个需要你有很多的一个经验累积 因为你要学会避开常规的眼光 去进行 就是玩打野 绕眼 绕开敌方的眼位 这是打野的一个基本功 就你要把那些平常地图上很容易做的眼 你都要绕开 这样的话 你才能提高 一钢克成功率 这里的话我们也是 用训练模式给大家看看 就比如说我们一般到玩打野的时候 怎么样去绕开这个眼位 首先第一个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我们左边的草丛经常都是有一个针眼在的 对不对 那我们在 在这 就是说准备去月塔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学会这样子呢 站在这个草丛 就站在我能现在的这个位置 而不要进这个草丛 因为这个草丛一般都有眼 就我们说 这是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常规眼位 这个草丛一般都是有眼 那我们就一般如果要月塔 或者是要防止队友被月塔 那我们就一般要站在这个 站在我现在的这个地方 那这样的话 敌方的眼位就看不到你 这是第一种 你要绕眼 绕眼 钢克的一个位置 就是说避开大家说的这种常规眼位 再来看一下后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针眼 比较长 上路比较常见的针眼位 是在这个草丛 对不对 那我们同样也要学会避开 怎么样避开呢 就是我们直接 先站在大龙坑这里 对 我们不要过去 站在大龙坑 然后等双方上栏打起来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直接从这里绕一圈 这开一技能 从这里慢慢的慢慢的绕一圈 绕开地方的眼位 然后再去干个地方上路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出来 就是说 从这个地方 直接走到地方上路 因为出现的太快了 敌方上路也有可能来不及 撤退了 对吧 这是我们绕眼 刚才的上路 第二个常用眼位 在这两个地方 你都是得绕开的 然后再说一下中路 一般刚才中路的话 中路的眼位 一般都是会在这个 我们右边的这个小草丛 因为我们之前说了 打野和中单都要把真眼 抓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那我们在 刚才中路的时候 尽量什么呢 从首先从五这个地方出发 就从南巴弗这里 这个路口出来 路口出来 然后再慢慢的绕开这个眼位 避开这个眼位过去 然后Q过去 然后再用一技能 然后不要从这个草丛附近走 因为从这个草丛附近走 一定会不看到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 下半野区 下半野区的河道 不下半河道的一个草丛 也是通常有远的 那我们要干个的话 就尽量像我这样 Q下去 然后从贴着小轮坑的右边走 贴着右边 因为往左边走 还是会被看到 然后走到这个南巴弗 这个墙里 然后用一技能过去抓他 好吧 这是一个中路的两个常见眼位 我们要学会避开 然后下路也是一样 下路跟上路 其实是一个迹象的 比如说这里也一般有眼位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怎么样去绕开 这个眼位 刚可能首先一般都是 先站在这个 我现在人这个位置 那这个我这个位置是看不到的 然后等双方正在火拼的时候 再开一技能过去 那就是说要隔着这个墙站 对就双方 比如说我方甲人 我方甲人和敌方甲人火拼了 这个时候才从这边再从这边过去 第二个就是敌方这里 这个山下层也通常都有 也那我们也是一样 要站在这个墙壁的左边 不要进草 进草就就比如说我们现在 是男人方对面是红人方 我们准备约塔 对不对 我们准备约塔的时候 你不是站在这个草丛里面去约他们的塔 而是站在我现在这个地方 等到队友把兵线推进塔了之后 你再开一技能过去 这样的话 他们眼看到的时候就已经撤退完了 但如果你站在他的眼上面 他就有可能提前撤退了 这是打野的一个 基本常识 很多人有可能都不知道 这就是你玩打野 绕视野去干渴 这是一个就是说你成为高阶段打野 就是成为一个高手打野的必经之路 高手打野都会绕眼 都不会从你常规眼外上去 不然从你的常规眼外上去 去干渴 能把你干渴 那只能说 线上人太蠢 一般正常上打 你越往上打 其实很多人眼外做得很好 你从常规的路线上去 都抓不了他 你必须要反他 这是一个 凯尹的一个 刚才说的是凯尹的一个如何卡视野刚好 然后最后的话也说到我们的重点了 就是凯尹的杠格手法 前面为我们的凯尹的杠格做了很多铺垫 就是凯尹杠格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 就比如说第一 你要知道哪条路有杠格机会 你才得去 第二是杠格路线的推荐 第三是你学会要杠格之前 你学会要得学会卡视野去杠格 那第五点就到了我们最重要说的一点 就是我们杠格的时候的手法是怎么样 一般常规情况下杠格手法是怎么样 首先第一步先用Q技能穿墙 或者E技能穿墙寻找 然后机会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利用E技能加速步行 就是不要用Q也不要用W 步行接近敌人 步行接近敌人 第三步追着敌人走A 然后第四步是 等你快要A不到敌人的时候 再用Q技能去追击 那第五步 因为你这时候已经用Q技能跟上了 跟上了之后 你肯定还是能A到他 对不对 那你还是继续追着A 第六步 就是最后实在A不到 就是你Q完之后接近了他 还是实在A不到他 那你再交W技能 记住我们这个说的 就是说凯颖在杠格的时候 W技能一定不能先交很多人往凯颖 为什么杠格不死人 或者说他W技能老是空 就是因为你每次杠格的时候 都是用W起手的 W起手肯定很容易空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在玩凯颖 这才是凯颖的最正确的杠格 这个方式 总结来说 凯颖的杠格连招为A 先A几刀 等到A不到了 Q跟上A 然后最后再A 最后再接个W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看看 这里我杠格 首先是杠格这个女警 对不对 先走过去AQ 先A 不说AQ 因为我还不确定 怎么弹出来 比如说第一 这一波我杠格女警 首先这里的话 我寻找了一个比较好的绕后机会 因为我们的辅助 已经把别人逼向这边了 然后我这时候没有直接AQ 为什么 因为我Q的话 这女警反方向跑 有可能我就A不到了 我还是一直追到A 然后等到我A不到它了 再加一个Q 最后再A不到 再加一个W 就你能A到的时候 就一直A A不到了才交第一个Q 然后再A不到了 再交那个W技能 第一波先追着A A不到了交Q 第二波再追着A 然后A不到了 再交W技能 这里的话 我去让了一个人头 这是第一个 然后再看一下第二个 也是一样 这波杠格格罗 也是一样 步骤 第一步 E技能起手 用Q技能参强 或者E技能参强 寻找绕后机会 第二步 利用E技能的加速效果 接近敌人 第三步 追着敌方走A 对吧 AQ 然后等到快要A不到的时候 W 这是一个卡影的杠格手 杠格表现 最正确的杠格手 我们再慢方看一遍 首先走过去AQ 然后追着A A 这道A完 肯定接不到A不到 接一个W 减速再闪现A 这里面以后 这凯影杠格手 一定要是 E过去 用AQ 起手 很多人玩凯影 杠格不到人 或者杠格人的时候 老是没有伤害 就是因为你老是用的W 起手 W 之后 为什么W 其实不好 因为你想想 如果万一敌方有闪现 你放W的时候 是不能动的 别人直接闪现 躲来的W 他这不就 百分百跑了 但是如果你是 追着他A的情况下 AQ的情况下 有可能提前的交流伞 然后你可以用闪现 跟上之后 最后再打出W 你这个W是避重的 因为别人没有闪的 不可能说 如果你的W被人走位多 那只能说 你放的有问题 对不对 但别人如果没闪的 你搬的是能放中的 那这样的话 你的一个杠格的时候 上下才功性能比较高 比如这位也是一样 然后走过去也是一样 先A 追着A 看到没有 这就是凯影的最正确的刚方 就是你杠格的时候 一定要用AQ起手 一般来说 W技能都是用来收尾的 或者说你A不到 他的时候 再用W减速 让D有去控到他的 一个能手段 好吧 这是你们王开音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杠格的时候 第一步绕 一技能绕后 第二步AQ起手 最后A不到 再加 才能交W 不要一上去 就把W交了 好吧 这是很重点的一个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很多人王开音 玩不好 其实就因为这个杠格手法 用的不好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刚才说的是一个普通杠格 对不对 那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月塔杠格 再说一下月塔杠格 月塔杠格的一个手法 首先第一个 第一步也是一样 利用一技能绕后 并且贴身敌人 因为你月塔的时候 尽量贴身 因为我们是个镜子 不贴身的情况下 你是没有办法 直接造成输出的 第二步就是比队友 要先造成上 主动的吸收防御塔的仇恨 因为凯颖以后 R技能转移仇恨 必须你先A塔 不能让队友先A 不 你先伤害敌方 就是说 先攻击敌方英雄 不能让队友先攻击 第三步就是 AQ起手 追者凭A接W 就是AQAW 等到你顶不住的时候 扛不住的时候 再用R技敌方体内的方式 转移防御塔的仇恨 这时候再让队友去扛他 然后落地接AQ 带走敌人 好吧 这是我们月塔的一个步骤 也是给大家用视频来展示一下 月塔手法 两个 好吧 首先这是第一个 来说一下 月塔的手法 首先第一步 用一技能 然后 用一技能 然后 并且找机会贴身敌人 第二点就是 比队友要先造成上 主动的吸收防御塔的仇恨 比如说这里 防御塔就在打5 看到了 看到了吧 防御塔在打5 然后等到我扛不住的时候 比如说这时候快死了 我扛不住了 再R到敌方体内 让这个火难顶他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说 分摊的防御塔的这个伤害 而不是一个人顶着的 一个人顶着肯定就是直接死掉了 因为这个版本 防御塔的伤害非常高 我们再来看第二步也是一样 先找机会 接近别人 AWAQ都可以 然后顶不住了 然后再让委员去扛这个塔 这个伤害的分摊就非常好 这是我们月塔的时候 也需要注意 就是说 你在王凯颖去月塔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我们凯颖是先顶塔的 然后等到我们顶不住了 再叫R进来 那这个时候 我们先顶塔的时候 队友就会更敢输出一点 对不对 更敢输出 然后我们要快死的时候 我们在R进塔里面 然后这个塔会打我的队友 那我下来的时候 塔就不会打我 因为他正在打我队友了 那我又可以输出 我们每个人都军摊的 分好的塔的一个伤害 这就是月塔的一个手法 就凯颖六级之后 其实凯颖六级之后 是一个月塔能力比较强的一型 所以我们王凯颖不要太过于害怕的月塔 是凯颖的一个 月塔 干渴的一个手法 我们再来说一下第六点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怎么去干渴了 就是干渴对象 干渴时机 怎么样去干渴路线 以及怎么样去干渴 干渴手法我们都说了 我们再来说一下第六点 就是干渴之后 我们怎么样去处理 干渴之后怎么处理 干渴之后的话 你要根据队友是否回家 不给状态 选择是否帮推 如果队友状态很差 准备回家的话 那你需要帮他把兵件 推到敌方塔里面 如果队友状态好 不准备回家 那你就不帮他推 比如说我这波帮完之后 我们中单满血满状态 或者满血 只少了几点点来 那这个时候 我就不用帮他推 让他自己推就行了 但我帮完中单之后 中单只有半血 或者说只有三分之一的血 那这个时候 你得帮推了 因为他也准备回家 不给状态 而且如果你不帮他推 你想一下 我辛辛苦苦 才干渴的一波 把变成中单干渴死了 然后别人打野一过来 就把我们这个三分之一 血的中单收掉了 我干渴的辛苦的也很 辛苦的厉害 对不对 但对面打野就是 鱼翁 鱼翁得利 他就过来 随便一个技能 就给我们中单设置 那多不公平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学要帮他推 让他更好的去回家 防止他残血推陷 被敌方打野收掉了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也说一下 为什么要帮推 这是很多人不理解的 很多人玩线上的人 都会误解打野 都会觉得 你打野帮我推 就是占我的线 其实这不对的 但打野确实有些时候 也是为了扎一点线 好吧 这个为什么要帮推 我们这里解释一下 第一点是帮推 可以让自己的装备 等级提升得更快一点 因为你帮推 吃了线上的经验 和吃上 吃到了线上的钱 那肯定是装备等级 要起得更快的 第二就是帮推的话 可以快速的 让兵线进塔 让队友 更好的回家 以及回家 跟进状态 跟进装备 以及状态 第三 还有一个好处 我这里没写 第三 你帮队友 帮队友 更快的把兵推进塔 还可以让敌方 损失更多的兵 他一个人推 也能推 但是他推的会很慢 他推的很慢 别人中单上线 他已经能 就别人中单 能吃到那个兵的钱和经验了 但我们更早点推 可能那一波兵都吃不到 这是我们为什么 帮推的一个原因 然后帮推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帮推的时候 需要注意第一 判断兵线 是否应该帮推 这个怎么判断 就是如果我方的 如果我方小兵 比对面小兵多 那一般都来说 都是可以推的 如果你干活完之后 对面的小兵 比我方小兵多 那这种兵线 就一般不用推 因为他可以把它控住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一个简易判断法 我们比我们小兵比对面多 那就帮推 对面小兵比我们多 那就不帮推 第二就是 如果队友不计较 那就可以偶尔 就帮推线的时候 偶尔吃一到两个兵的钱 不要吃太多 不要全吃了 全吃了他就有意见了 吃一到 偷偷摸摸地吃一到两个就行了 因为打野在推线的时候 最主要的是要经验 钱能吃就吃 吃不了算 第三个就是 如果队友计 如果队友计较 就队友是那种很小气的 你吃一个兵 好像他天都要塌的那种 占得很大的便宜的那种的话 那就把小兵都打残就行了 利用我们凯领的W和Q技能 把小兵都打残 然后让他用一个技能收掉 这样就非常满意的 就比如说我们中单是个妖姬 我帮他用WQ把小兵打残 他一个W踩掉 那的话这没支支 他根本就不会说 你在这里吃我经验 他不可能说的 因为你把兵打残 让他全收到 他根本不可能说 我们在附近吃经验就行了 打野帮推线 主要是要的经验 不是要的钱 这个是我们帮推的一个 帮推的一个注意事项 以及什么时候该帮推 我们这也是用视频来给他看一看 就比如说 这波第一波我们干完之后 看下啊 这波我们干完之后 很明显 对面的小兵 这波我们干完之后很明显 对面的小兵比我们小兵多 而且队友的状态并不算很惨 金格斯特华血量还有 他还想补一波兵发一下 所以这波线我就不应该推 就是说第一波干完之后 这波线我不该推 然后第二波 我们把这个女警又杀掉了 把这个女警又杀掉了之后 再看下 再判断一下兵线 这波人头给了队友了 你看这里 我们再把女警杀掉的时候 会发现我们的小兵 已经比对面小兵多了 所以第二波线我们就该推 这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判断 就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对面的小兵比我们小兵多 那我们就不推 如果我们的小兵比对面小兵多 那就得帮推 然后这是第二个素材 其实我们帮队友干个完之后 如果队友不打算回 打算回家你就帮他推 如果不打算回家 你也不要帮他 就比如说这一波 我们的尼口 把这个狗头单杀掉之后 虽然我们过来什么都没干 但是这个兵线你看我帮他推 他就不会给我点信号 不会说我在张他的线什么的 这种帮推手需要注意的 你只要不吃他的钱 其实他也不会顺 你看我这波帮他推 他一个信号都没点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不是善意的 因为我可以让他更快的去回家 他本来就想回家了 如果我不帮他推 那对面打野来 那个尼口就那么一点血 是不是打野一个技能就死了 是不是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波 第三波 这波帮队友干个时间 这里干个完之后很明显 对面的小兵 我们的小兵是比对面多的 但是这波为什么不推呢 因为队友没有打算回家 队友还打算发远 而且他们两个状态很好 对面打野来 根本不可能抓死他们 所以这波我就没有帮推 是吧 就帮不帮推 第一你要看兵线 哪边的小兵多 第二你要看队友想不想回家 队友不想回家 你在哪里 他有意见 因为他有可能刚好差那么一点钱 对不对 但队友要回家 那代表他钱肯定够了 或者他钱不够 他也觉得他得回家了 对不对 我们要互相理解 互相思考 换位思考 我到底想一下我们队友 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我帮他推 因为你 你在他需要的时候去帮他 他肯定不会说你 你要在他不需要的时候 你在那里吃 那肯定就有意见 对吧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 第八节课的 看下啊 应该是第八节课吧 第八节课的全部内容 那我们下面最后的话 再布置一下作业 第一个作业是什么呢 第一个作业是 每局游戏开始前 学会分析双方的阵容 确立初期的 干个对象 第二局中 第二个是局中 学会多帮优势路 扫去劣势路 控制住自己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说实话 执意性难 知道很简单 做起来很难的 第三个就是 刷野的时候 技能在cd的情况下 强迫 刷野时 技能在cd的时候 强迫自己去切平 附近两条路 一到两次 比如说你在刷野的时候 技能是在cd的 必须要强迫自己去切中路 和另一条路 一到两次 不用切太多 你只能切一到两次 你只要把这东西 养成一个习惯 你会发现你打野 会上升很高的一个水平 因为打野 玩打野的不切平 永远不可能 玩好这个位置 好吧 第四个 就是熟记 开引的 比较 我推荐的那几个 开引的杠克路线 第五点 就是杠克时 强迫自己 多去使用q进的起手 多打平A 最后才能达到收尾 第六个作业 就是杠克玩 学会 判断 是否队友需要你去帮他推荐 第七个 就是 十局内 第七个作业 十局内 至少有三局 在十二分钟之前变身 因为我们今天都要主要讲的是怎么杠克 杠克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 标准就是你在十二分钟之前 如果能变身的 那证明你这把前期做得很好 如果你在十二分钟之前 如果没有 还没有变身的话 证明你这把前期节奏有点差了 好吧 那我们这今天的东西就讲到这点 大家再见